各位线上的投资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要跟你分享交易户数降 通常容易见低点 相关的数据来跟你分享 同时其实股市就是一个人性 为什么人家说要反市场心理 涨的时候乐观跌的时候悲观 其实现在就有这样的情况 先给大家这个结论 从这个利率跟景气的角度 我还是告诉投资朋友股市将会再创高 那在这个创高之前 其实有很多的思考层面 并不是要你一直无限量的去买股票 而是这个地方你要思考 两个问题 哪两个问题呢 今天节目来跟你做分享 谢谢 好这个投资朋友晚上好 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议题 跟昨天大事上不会差太多 我补充一些数据跟看法来跟大家做分享 节目开始之前先上这个警语 老师是这个分析师 我们做投股节目 就是要跟你分析行情跟讲一些股票 分析不是推荐股票 投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那我今天的节奏会尽量快一点 那我们就后段留一些时间 我们来跟大家 追踪一下一些股票 因为昨天老师好像没有切换到画面 那老师节目讲过了一些股票 今天花点时间来帮大家看一下 那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想法 好那我们先讲行情 行情的部分来这个众议院通过这个临时债务上限的法案 那已经正式通过了 那交给拜登去签署 来那这个我们再从9月初 讲到10月初告诉投资朋友 来这个是一个临时的债务上限 到12月3号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 你要特别注意11月中 如果11月中执政党还是没有通 透过预算和解的方式去通过这个债务上限 不管是提高 还是废除延后 我们要去注意这事情 要不然可能Q4 第四季的行情 他可能还是一个 上下 区间的一个盘整 所以呢 你要特别去关注这个事情 如果11月中 这个还没有解决的话 那你还是要先高出 做减码的动作 好那股市现在下跌 大家在等待这个财报跟联准会的会议纪要 就是在这礼拜 不是要更正一下 在今天晚上会出来 好那不管是这个企业财报 或者是联准会会议记录 待会看一下美国股市的走势 其实都已经先做回档的动作了 所以我认为其实 就算有坏消息 也大概 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 好 那这个 大家在讨论这个 要不要缩减Q1的事情 我周报已经告诉大家了 这个飞龙数据非常的差 那有人可能已经预期 可能会延到12月份去 那我跟大家报告是 老师自己是希望是11月4号 可以公告 缩减Q1 因为这个大家都在等这个事情 一直拖 从9月底我告诉大家 第四季行情会比较偏震荡 原因是什么 因为11月份如果不缩减 或者是债务上限的事情 反正11月来一次 12月来一次 股市最怕就是不确定 但是缩减Q1 我也告诉大家 用2013年的案例 跟大家举过案例了 缩减Q1之后 其实股市 它后面还是创新高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加权的月线图 当初 2013年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举过案例了 就在这里 要缩减Q1这里 其实股市后面 还是创新高 因为缩减Q1的 概念是 代表景气复苏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是大家一个预期心理 有些热钱 先卖股票 先撤出去了 那其实你一样用日线图 我8月19号的节目 其实也 分析过 跟大家分享过了 这里 我拉长快点 好来 13年的这个地方 在这里先说要放话 要缩减Q1 是不是跌下来 又弹上去 然后又经历这个 缩减Q1前 又跌这一段 其实台股就是跟这个状况 是一样的 其实就跌下来但是最后他方向还是往上 所以我节目要告诉大家就是一个方向 以现在的利率跟景气来讲的话 投资朋友 方向往上几率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用数据面来讲 9月初我讲这个升息的几率 2023年的2月份 就是距离现在还有大概 一年又两 一年又四个月 那当时的一个 升息几率 一码的几率 升息一码的几率 只有37% 在这个会议记录之后 我跟大家讲 大概在40%左右 这是10月5号星期二上礼拜 昨天我跟大家讲 又降到33% 所以 投资朋友重要是利率 金融市场对于利率是最敏感的 那从这个利率的一个角度 很多通货膨胀的新闻告诉你 可能要提前升息 等等的一个事情 但是从数据面告诉我们 就是还有一年多 还是会维持在零利率 所以我们就用数据面来讲 就是还是在一个零利率的条件 再来就讲通膨的事情 老是告诉大家 这个通膨 也就是一个暂时性的 因为最主要是因为这个 疫情的关系 工人缺工 不管是塞港 货车司机缺人 换工 很多的一个东南亚的国家 停工的关系 所以整个产能 制造零组件的一个方式 产能都没办法出来 所以这个是 没有办法说 透过联准会什么升息 或者是 缩减QE去解 去解决这些商业行为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是因为供应链的关系 疫苗已经有 开始大量施打了 美国也开放11月份可以开始入境 这是告诉我们疫情的虚缓 所以疫情趋缓通膨 我们看法也是会趋缓 所以10月2号周六 我帮大家整理这个图表 告诉大家 不管是说债的事情 告诉你美元会转强 你也看到了 疫情趋缓 功能回到工作岗位 这个会有利于 供应链的问题解决 运价开始跌 举债金额高 未来会加税 跟减少公共支出 这个是让通膨会下来的原因 所以昨天跟你做补充 企业全球最低的税率15% 这已经定案了 那是不是加税的事情 你看到了 然后 这个是商业周刊 10月11号的新闻 美国的华尔街的一个 金融的巨头都讲什么 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通缩 贫富不均 那怎么跟你看到的一个 讲通膨的事情 又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观众朋友 这个是一个联准会的一个 比较鹰派的官员 他讲什么 通膨不是暂时的 他告诉你不要用暂时的这个字眼 他告诉你应该用什么 短期的 片段的 他认为不会陷入像1970年代停滞性通膨 他认为现在经济衰退的几率非常的低 那不是都是我告诉你的 不会是停滞性通膨 经济正在成长的阶段 叶伦讲什么 通膨是暂时的 是过渡性的 什么样的原因都讲了 就是供应链的关系 那你看到不管是口服药物 疫苗 开始这个解封的措施 东南亚的国家已经开始复工了 其实你接下来一段时间会慢慢看到通膨下去 那我也告诉大家 警戚的部分 包尔提到 明年经济成长是相当强劲的一年 你有看到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股市在走空了吗 所以这是10月2号告诉大家的 那 INF 国际的货币基金 今天 今天的新闻 上调台湾经济成长率到5.9% 那这个不是前面就告诉你的吗 今年的成长 明年预估继续成长 明年预估也是继续成长 所以INF也讲到这个很大的事情 他认为中国是可以做解决的 所以观众朋友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股市在跌 你看到股价在跌 其实我讲什么你可能都不太相信 但是我要跟投资朋友分析的是 你的逻辑要先清楚 你不要只是很单纯的看到股价的波动 就像刚刚投资朋友讲到说 停损的事情是涉及percent 其实你要去看 每个状况不一样 融资的操作也不一样 你做期货 的角度也不一样 你做股票角度也不一样 所以停损这个东西是要有一个点 那个点是打破了你的原本的原则之后 那你该停损就停损 投资朋友所以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基本的逻辑 国外的总金是告诉我们这样 你担心的通膨 我也告诉你是这样 那美国经济会继续成长 台湾的经济也会继续成长 外销订单也是一样 10月20号也会公告最新的外销订单 我们也再来去检视一下 这个年增率越来越低 我节目上也有告诉大家 就是因为基期变高了 年增率你会看到变低 但是他还是继续的成长 那有订单就会有后面的营收 所以第四季数字是有撑的 但是股市 却是这样跌下来 原因我待会来跟大家补充 所以10月7号上个礼拜四 我帮大家整理了这8项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利率的事情 景气的事情 通膨的事情 全球四大经济体要做基础建设的事情 然后台湾是半导体 科技重镇 政策面要做5倍券 需要拉抬股市的政绩 金融的一个评估已经是低估了 通膨的事情股价 股市优于债势 融资又经过清洗了 然后第四季投资朋友真的没有人在第四季 很悲观的 因为台湾接下来你看营收已经出来了 11月中号公告财报 公告财报之后会有一个 财报空窗期 到明年的3月底是财报空窗期 这个时间点通常是 法人会开始去卡位明年的 那你要卡位明年一定是明年要继续成长 刚刚数据我都告诉你了 而且投资朋友真的 付苏阶段没有人在看空的 你只要记得这个基本的逻辑 我告诉大家现在就是在付苏 要不然联署会为什么要去说QE 付苏阶段就在这个地方 股市建高点通常是在哪里 景气非常热络的地方 景气非常热络 高度成长快要见到 繁荣的地方 大家都非常乐观 开始要买股票 的地方才会见高点 股市通常是这样子 那在付苏阶段 才要做缩减QE的动作 所以一个逻辑你先想清楚 投资朋友为什么会有这个 通货膨胀的事情 就是终端要买东西的需求很强吗 就像美国现在要这个圣诞节要到 不是要吃火鸡吗 就火鸡 根本就不够吧 你要订什么这个圣诞的一个礼物也好 就考在船上啊 都不会到啊 所以就用更多的钱去买 所以物价上涨 这是制造端的问题 但是需求经济复苏是很强劲的 这个数字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也告诉大家 证交所的资料告诉我们 台股目前的市值跟整个公司的获利数字 这个数字在15倍附近 9月底 台股还在17000的地方 现在在靠近16000的地方 目前就是告诉你已经跌破15倍 过去的统计数字 跌破15倍 几乎都是相对很低的地方 所以我们拿数字面来告诉大家 第一个就在景气复苏 然后最近的一个要公告财报 不管是美国还是台湾 来股市都先修正了 台湾也是一样 技术面我也跟大家讲 跌破创高前的低点 才会是一个波段的翻空 这是2008年的案例 所以现在台股 这是10月2号 我告诉你这个点没有破之前 先不要看那么坏 就是一个区间盘整而已 区间相形的下缘 投资朋友不要去沙滴 你如果追高沙滴的话 这段时间你一直追高沙滴 一直追高沙滴 我带会员最近的操作 虽然动作没有很多 但是我们知道他就在一个盘整 所以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这个地方你去追高沙滴 你去换强势股 那现在强势股不都纷纷补跌吗 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些观念 你要先想清楚 方向的地方 方向的部分 我们先确认 我讲的是一个中长线的方向 如果你要讲明天就要涨 或者是马上要过高 我没办法跟你打爆票 但是从这些的基本的逻辑 告诉我们 目前的方向 就是在多头 技术面也是一样 所以观众朋友 台股目前面临的问题是这个 就是量缩的问题 这个地方 9月份涨上来这里 我告诉会员什么 这个 9月底有这个会员 从南部上来的 来我们公司办这个资料的 我们现场聊的 我们也都跟这个会员或者是讯息我都有讲 7月份到这个8月20号这个量缩ABC下跌 我觉得是正常 但是涨上来到8月底9月份还是量继续缩 那这个就是常态性有问题 那你操作上就要做点调整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这个量缩到现在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国安基金明天要开这个季会吗 那你看到为什么会亮说 今天的新闻 Q3大户中时户 季检疫 人数一成 整个有交易户数都下降了 为什么就震荡吗 震荡不好做很多人就 不想要做了 所以从这个图表来跟你做分析 同时朋友人性就是这样 涨的时候很乐观 跌的时候很悲观 你自己看看 蓝色这条线是 这个什么 有交易户数 黄色的是加权指数 那你看到只要行情一震荡 有交易户数就下降 就是跌的时候悲观 但是降到很多之后行情开始起涨 降到很多之后行情会开始起涨 这里跟 去年的这个地方 7月到10月地方不是很像吗 拜登要荡选之前的往下破 这里有交易户数也是这样 然后量都缩掉了 这里是年初2月份的时候 也是一样啊 1月底2月初的时候也是一样 最后涨上来大家还乐观 又开始进来买 所以从这个数字来告诉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有交易户数已经降到今年年初 相对低的地方了 好所以投资朋友这里我认为真的是差不多了 看法上是这样 而且是建立在什么 建立在我跟你讲的 利率 跟景气 跟通膨的议题 这个我都已经跟你 逻辑分析了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观众朋友 你想想看 在这个地方 你要跟着背观 然后去 卖股票吗 当然有问题的股票你要卖 你要换 但是 你要先想清楚 你股票的一个前提是什么 所以我告诉大家 其实不管是台北股市 国际股市 很多的一个利空 包括你现在 几乎 报纸摊开来都在跟你讲通膨 一直讲通膨 一直讲通膨 那你因为这些事情担心害怕的 你该卖了你早就卖了 那有交易户数已经告诉我们很多人都离场 那通常不是都离场之后才开始 这里是2020年3月份也是这样 大减之后行情就开始上去 这里5月份也是一样 大减之后行情又开始上去 这里又大减 那你认为 接下来行情会怎么样 你自己思考我告诉你的利率 景气复苏 有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观众朋友 你想清楚 我今天告诉你的重点 通膨就是短期的 这个利率 跟这个景气正在复苏 我也是告诉大家 股市将会在创高 那这里如果会创高 你要嘛 要买股票 那如果你股票是套牢的 那你的思考是你的股票有没有这个实力 在行情 像5月份这里这样跌完之后 这里上去的时候很多股票是创新高的 那你这里的思考就要跟这里一样 你的股票 有没有这个实力在接下来 能够随着盘式指纹再上去 那你这里 如果你砍掉了 投资朋友你想想看 我们股市经验这么久了 我非常了解投资朋友 这里你砍掉了 你接下来你 股票你不见得敢买回来 甚至你接下来节奏可能会乱掉 因为你会开始想要找标股 想要赶快赚回来 想要翻本的那种心态 那我还是会告诉投资朋友 你的心态如果你现在是这样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会陷入万劫不复 现在我觉得 跌下来是事实 我们也不用去解释它涨跌 但是你现在要去思考的事情是 你的股票有没有这个实力 在接下来创新高 这个是你要去想的事情 待会后段我们来跟大家讲这个事情 那量这么说当然法人在观望 我也讲了就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 就在明天了 然后你要记得10月18号是鸿海科技日 另外还有什么 苹果的新品发表 也会在10月18号 就在这么多重要的事情做在这附近 所以投资朋友我真的建议大家稍微忍一忍 10月份可能真的是很差 但是11月份 只要这个事情一解除 一确认 我觉得成交量会回来 所以投资朋友 我跟大家讲很难好是很难好 但是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子告诉大家 真的很多利空都已经反应了 股价也超跌的 再来通膨的一个逻辑 我用这两个 重要的人物 来跟你分享 通膨的逻辑是什么 巴菲特过去10年分享他怎么去抗通膨 其实投资朋友他还是告诉你 你如果 在你的领域里面 你是一个 就像我们分析师也好 或者是你在哪一个行业里面 如果你有看过老师最早自在币的 我跟大家讲了一集 影片 我告诉大家投资之前你要必先要做的事情 那当时我讲什么 你要先了解你自己 如果你钱不够多的 你是年轻人 你现在要做的 是要投资你自己 提升你的赚钱能力 这是一个第一要件 其实巴菲特讲的也是一样 那你要了解你自己 你现在到底是要做投资还是做交易 就像投资朋友在一开始 讲了这个 停损的事情 停损就是有两个层面 你到底是做投资还是做交易 做交易就是像期货一样 那你就是严格 到哪个点就停损 那你投资是 投资要停损 第一个 当然是你买这个 股票的前提消失了 那你就一定要停损 思考逻辑根本不一样 所以停损没有一个设定什么 帕数的 明白吗 这一个 这两个逻辑根本完全不同 所以投资朋友来巴菲特也讲了 是建议要买股票 你要选股票来 他有讲两个特点 一个是要有刚性需求 因为企业他能够 轻易的要去涨价 那请问台积电是不是 连发科是不是 是不是有这个需求 再来能够不断产生现金流的企业 所以观众朋友 我带会员做的股票 现在即便套了 但是我们做的股票 都是一等一的公司 都是产业里面的龙头 后段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这一位 美国的知名理财专家 他讲通膨的事情 如果你钱放在银行不做任何事 通膨个对于个人来讲就是有害的 台湾最近公告的这个物价上涨的 幅度CPI不是2点多吗 你现在放在银行电存利率好像只有0.8而已 所以投资朋友 那这个逻辑就是告诉我们 适度的通膨对于股市就是有利的 因为你除了投资股市 你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我真的认为真的不需要这么悲观 你通膨的解释 现在都告诉你是有害的 但一段时间反应之后 你会发现到你不得不买股票 所以观众朋友那这些受险基金怎么办 这些投资机构怎么办 他钱还是要进来股市啊 那他要他进来股市他买什么股票 他一定是买一等一的公司嘛 那我带会员做的股票 现在保留的股票就都是这些公司啊 那如果你是去买3亿5亿很小股本的公司 那行情即便回升那些股票不见得会涨 所以观众朋友我今天要告诉你 你要先想清楚 行情方向仍然是看向上 但是你要保留什么样的股票 是现在非常重要的课题 所以我告诉大家 在上礼拜一定是比较煎熬的 因为营收还没有确定 在乌上线要表决 那这礼拜我认为是一个转折周 这里周期周的一个期货要结算 今天也结算了 明天台积的法说 然后在这里 所以观众朋友真的最坏最坏在这附近 最差最差 如果这个法人的一个期货选择权他真的是要一一路压到底 那就是压到下礼拜结算 但是我认为应该不至于 筹码面10月初 跟大家分享这个 比较偏弱 跌破1以下 所以我还是有跟大家讲 短线上我还是有提醒大家 这里就提醒了 9月底就提醒了 这是10月9号星期六告诉你的 这个筹码已经回升了 好昨天也告诉大家也是继续上升吗 那今天只有 开盘有表现而已 最后是开高走低吗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资料 来投资票也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选择权 近月份稍微下降 在0.9 全部月一样在1以上 然后这个最大卫运商量下方在16000 所以投资票我真的认为就是16000这个地方很近了 不至于再下去了 筹码看起来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融资的部分 融资这段时间是 几乎一直减少 昨天也大减嘛 现在维持率到今天的市算已经在150附近 150 好那贵买的部分可能是 跌更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融资啊 应该没有意外还是减 有没有 这个数字看起来是减10亿啊 贵买一定减更多 这里真的很多人受不了去 砍出股票了 你可以看到贵买今天贵买跌2% 贵买一定是大减的啦 所以筹码是这样为告诉大家 股灾 股灾到150附近通常都会止吻 那现在我告诉你 就是在100 150了 那在这里你还要杀低吗 这10月8号的 空单其实没有什么减少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 盘思就先做个总结 无论从利率的角度 景气的角度 很多的逻辑告诉我们 记得都是没有 筹码也都杀的这样差不多了 看法上这里真的是 建议大家啦 你自己想清楚 我是建议不要杀低 但是个股有个股的条件 有些不太贵的股票 你还是要反弹要出 但是一个基本的方向逻辑 我告诉大家在这里很容易就直纹向上了 从交易互数也是这样 你记不记得以前告诉你交易互数 很热络的时候 股市就见高点不是吗 现在告诉你交易互数大减 你自己去思考 所以盘思看法我认为还是区间震荡 那我认为会向上 所以邀请投资朋友来 还没有订阅可以订阅老师的频道 开小铃铛按赞跟分享影片 然后2346晚上我们会做直播 邀请你是东升还是运通的观众 你可以 搜寻老师的频道 订阅开小铃铛 2346晚上8点会做直播 邀请 东升财经或者是运通的 观众可以来做收看 老师节目透过大数据来跟大家讲行情 行情好我股票讲的比较多 这是二月份数据不错 你可以积极操作 当时我讲半导体 3D IC 受惠在载版 新西南店 紧缩 这三档股票 当时我用 获利数字的角度跟你分析 紧缩股价相对便宜 当时80块附近 涨到行情涨到4月份 我告诉你这一开始背离 保守应对 建议大家减码 你可以避开5月的下跌 所以4月份的紧缩做了一趟短线 抠讯在这里 5月份这里又转强 100块附近在跟大家讲 紧缩 讲了五档半导体股 8月24号这里行情指纹率先转强股 告诉你紧缩站上去 8月18号领先大凡转强的股票 当时紧缩在185这附近 10月5号在跟大家讲这个 当时告诉你策略上你要找什么 投码融资没什么增加 股票季限以上 卷空单很多的股票 所以10月4号上礼拜四节目 我跟他讲我们会员有买股票吗 按照这个策略有买 那我们这个地方忘记遮了 好其实就是紧缩 我周六跟你公开的 10月5号这里买 199.5这里买 然后隔天震荡 10月7号星期四拉涨停板 上周五续涨5% 所以我尽量在转折点跟你讲股票 我不会在利多新闻的时候跟你推股票 那一档股票你可以看到老师 可以长期跟你讲 我节目讲这股票大家都都会背了 那很多人都说老师节目每天都讲重复的东西 其实你要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一个分析师是每天看到什么墙就讲什么 跟一个看好的产业有眼光一路跟你追踪 你自己想想看你要哪一种 哪一种才是真的专业有深入研究的 还是每天都是去趁热度 10月8号上星期五的盘式抠讯 我节目已经放好几天了 当天早上我们盘中工具有卖压 所以我告诉会员朋友 有隔日冲跟周末卖压早上先观察 所以上周五不会去追股票 我抠讯也告诉你 上周五卖压比都偏高 所以我会员有去调节一些股票 对吧我没有跟大家讲我调节什么股票 但是我们操作是有工具跟逻辑的 当天就调节景硕 3189景硕 218.5我们设定大量价格219 所以当天收盘221会员都可以顺利的 去做减码 出场 今天跌 那你看到我们今天在 10点左右告诉会员朋友卖压今天卖压偏高 所以当然我们今天就建议会员朋友来 209先获利下车 剩下的部位先获利下车 这是有工具有依据的操作 那为什么要出紧数 投资朋友也跟你分享一下 这个 类股的操作心得 你自己看 这个是星星 这个是南电 这个是景硕 景硕比较强吧 对不对 我们要操作我们要看一个族群 所以你可以看到景硕的墙 他却没办法带动南电 跟星星 的转强 所以 景硕一开始我们设定就是做短线的 当今天早上星星南电不对的时候 那景硕我们就认为该出了 刚好卖压比就偏高 所以这是一个短线上操作的技巧 所以观众朋友我跟大家分享 很多投资朋友会用这个个人操作的想法去 看一位分析师 那这是我上礼拜就给会员的抠讯 你可以看到在上礼拜五的五盘 我告诉会员朋友 这个量说 卖压 很高 是最近这个月平均相对很高的地方 所以上周五的这个 双十节假期之前真的有一定的卖压 所以从数据面会员会知道 卖压高 这个卖压偏高所以我们周五 不会去乱追股票 所以透过工具我们会知道当天怎么做 早上不要追股票 急涨的股票可以调节 买股票尽量等尾盘 或低接这三个原则 这是卖压高的时候 当天的操作三个基本原则 透过工具我们可以少犯错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会员什么 这个技巧老师在个人操作上 我可以办得到 因为我看这些我就可以立即的去反应 但是呢 我要告诉 观众跟会员的是什么 必须要告诉会员一个观念 带会员是一群人 所以投资朋友我就没办法 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么短 因为我要考量会员能不能 及时的下单 因为都要上班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们会员控制这五档股票 我尽量会用一个波段的思维 能够 买了布局拉开的空间 我才有办法做一些灵活价差 所以我跟会员朋友预告 如果后面股票能够顺利精简的话 你要做短线你的注意力是要很集中的 你股票 档数 偏多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做到短线 所以投资朋友 我已经告诉会员朋友 我们会适度的调整股票 但是这个量缩其实真的很不好调整 我也是公开给观众朋友看 所以我观众朋友或会员你自己去思考一下 我们的做法 跟我们面对观众 股票 也会跌啊 但是你脑袋要很清楚 你接下来要干嘛 不是看了这个价格波动 心情不好 就要去 砍股票 要真的要想清楚 我会员服务就这两组 普通跟特别控制无党股票 这我都 讲很多遍了 然后呢 我们额外给你会员专区 这同页没有的 我们会入会影音 十股都会在会员专区做追踪 投资名单246会做准备 高价以上会员有这个会员的LINE 盘中可以及时的会员 互动 解决股票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会员专区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参加分析师 我还是跟你强调这件事情 你看节目的如果你只是参考 那就没有关系 那如果你有打算参加分析师的 请你记得 看分析师的节目 你一定要看到抠讯 因为你要看到是一个分析师真的是 发讯息给他的一群会员 好不好 那哪一组会员也要很清楚 他的会员组别有几组 你也可以问清楚 如果十几组呢 买的像ETF这样子 那当然每天都有涨停板股票给你跟你讲吧 所以哪一组会员哪一天买什么股票 后面能不能成交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抠讯 那如果你看到人家用那个LINE的截图告诉你什么股票 叫他买什么股票叫他出 那个是一个单一的 对话 那也有可能造假 那个也不是正式发抠讯 给他的所有会员 或给他特定哪一组会员 所以这样的分析师你也看到 聊天 这个 YouTube的留言板都是关闭的 为什么就是 用这些障眼法 所以我告诉投资朋友这是一个障眼法 你自己去判断 那我都会用抠讯跟你讲 什么时候买了什么时候股票怎么样 虽然我现在都遮起来 买卖我也不一定第一时间讲 因为这个行情真的比较不好做 那讲了投资朋友去追高 又会怪分析师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我跟大家讲 上礼拜我们买三天吗 这是4号 然后买的这个是星期五 卖压比较偏高 这个有先价差入带 这是5号6号做的 强势股这个股票 跟鸿海科技日有关系的 现在在成本附近 科技日这个我是有先预告的 所以你会看到我跟你讲的产业方向 我带会员做的 也几乎都是这样子 一定是先研究过产业 觉得有机会的 纳入研究才去挑股票吗 然后才去买卖吗 然后跟大家预告吗 对不对 那这个电动巴士大家也看到新闻了 他上传了一个短短的影片 这非常多人看 出了三款车子吗 一个巴士 一个这个车子 然后因为非常的热闹 所以他要在这个 南港展览馆要 把这个科技日要移到展览馆去 李老师的公司很近 时间可以的话我可能当天我们也会去看一下 这个车子到底怎么样 那这台湾能够发展出这个真的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 电动车是一个将来很大的趋势 我相信大家不会否认 那鸿海能够做得到 这对我们台股后面 后市也都是有利的 所以这是我们看好的题材 那我们也有买 我们也有跟大家大侠解读 什么觉得比较有机会的 好那今天尾盘我们也有去买进一档股票 因为我们今天把紧硕出掉了吗 好那我们就去进场一档新的股票 也是电动车电池相关的股票 所以观众朋友 我GEO跟高价控制五档 我们AI也大概控制在 三档到五档以内 因为股票多根本没办法管理 这是实务上就是这样子 好所以同志朋友 那我就先跟大家预告 我们今天一点多有买这个股票 所以如果你认同理念的话 你可以跟上老师行列 我跟大家强调看节目不要 不要去买股票 节目分析不是推荐股票 我们推荐股票只有针对会员 你资金充裕就 跟上操作 那如果你要自己操作的话 盈亏要致富 目前台股的环境 就是散户比重很高 那量又缩掉 量缩掉之后 这个当冲比 一样在四成到五成 所以这行情会变得是 比较没有这么好交易 没有这么好做 所以我跟大家提醒 散户比重高 你就要远离这些趁热度的行为 如果你看老师节目的 5月8号 我有提醒你面板 7月初我有提醒你航运 所以我们是有提醒大家避开风险 7月初在这里告诉你航运报大量 7月10号告诉你大户跑掉了 然后后续告诉你台华办先生的事情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是有提醒大家避开 这段时间我们讲 长龙 这些股票我们并没有去买 我只是跟大家讲经验上面提到这里会先做一个主题 主题谈上去我建议大家要出 所以我们讲航运股 反而会被冠上说我们 在害人 真的蛮奇怪的 我们又没有做 我会员也没有货柜三雄 我只是跟大家讲台股因为太多筹码套要在航运 这跟台股的行情有关系 跌下来这里融资在停损了 维持率已经在130了 我是建议大家不要杀低 不要杀低在跌的时候又有人要说我们在害人 所以我当分析师我当然会跟你讲我的看法是怎么样 那如果你要看一天涨一天跌的还是你要看一段时间 按照经验在这里真的是超跌 我讲超跌不是要你去买 也不是要你抢反弹 因为航运的逻辑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这个不是我建议可以做的 供给跟需求可以长期 持续性的逻辑 所以我跟大家讲航运是告诉大家 这个筹码融资已经断头到130了 看法会反弹 如果你忍得住你是现股的 那当然我会建议你 谈上来 一个适合价格你换到一个持续性可以上 产业可以持续的一个逻辑的股票去 好所以在这边我的针对 这个货柜三雄的看法是这样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 我讲超跌 是从我们金融评价的角度去看 那你看到我讲超跌这段时间下来 你看到外资是不是连续的大买他 为什么 因为这里去买的看的可能就是我讲的 配股配息的事情 因为跌到这个地方 他整个获利跟EPS跟将来的一个运价即便下修好了 他还是会有他的一定的一个 可以产出的获利 那现在的 全球面临到什么 就是通膨吗 美国债权值率非常低吗 真的没有太多投资的标的 钱又这么多怎么办 那只好找这些可以高配息的股票 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所以我告诉大家在这里法人也这么做 所以我告诉你先不用杀 那有谈的话 你再看你的状况 你要不要去换股 所以货贵三雄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那老师频道定期跟你解读 告诉你 凭概股 透过系统告诉你不能买 这是9月初 所以老师的频道 我们是有跟大家分析时事跟我们看法 我们勇敢的跟大家讲我们看法 对跟错你可以去评估 9月初告诉你这个 28奈米联电的事情 我跟大家讲 台积电要扩充28奈米会影响到联电 所以长线逻辑我告诉你 我建议你要持有台积电 联电我不建议你去追 你设好停一点 但是很多人不是趁热度吗 在高档就跟你推荐联电 对不对 那投资朋友那你不是套牢 那你可以看这一段的下跌 联电的跌幅跟台积电的跌幅 你可以比较一下 联电的跌幅就是比台积电大 那一段时间你再来看 台积电很有可能在往上走 在创新高 但联电就未必 为什么因为28奈米开出来 台积电的品质就是比他好 台积电的产能就是比他多 那相较于你自己想想看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告诉你的是一个可持续性的逻辑 台积电就是可以持续性的 那联电 这个是会被竞争的 所以你去想想看 我能不能帮助你 包括像齐邦也是一样 同一天提醒你不要追 股本会膨胀 到现在 所以观众没有有些人会用短线的东西去评估你讲的对还是不对 这个都没有关系 但是初衷 老师当分析师的初衷就是这样 不对的我就会讲 不合理的我会讲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像我解读这个低轨卫星吗 告诉你台阳是符合系统吗 所以一定是我们看好了我跟大家讲 有机会的我跟大家讲 我有做的拿出抗讯给你看 对不对 这台阳买的是卖的 也可以看我这边的节目 你看我这一天的节目下方我也有做标记 9月30号你自己去看 我告诉你对策满足了吗 这里不要追了吗 对不对 投资朋友 台阳是亏损的公司 这纯粹题材啊 这纯粹题材啊 所以这股票我就只做短线而已 没错吧 这个我都讲很清楚 我9月底 25号这里跟你解读 赵子类 这三档股票新闻跟你说 对岸的瓦刃子在涨 你买进去不都跌吗 我是告诉你不能买 所以观众朋友 一定要订阅老师的频道 第一次收看的 我们现在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来手机先打直 这里叉叉点掉 还没有订阅帮我订阅一下 开小铃铛 自家人请帮老师按赞跟分享影片 点聊天室就可以回来了 好不好 那我在这边我要特别讲一下 老师有开放 从我在做直播的一开始 我就跟大家讲了 老师做直播 我开放留言 我开放聊天室 你认同的来看 你不认同的没有关系 口出二言 不是很有善的 我们是有设定这个管理员的 管理员只要你是超出我们觉得你是不友善的话 那我们管理员会给你封锁 留言板也是一样 你来留言鼓励我都非常感谢你 但如果你是 不是很有善的也是一样 那你会员要来讲什么其实我也都可以接受 好不好 但是我会员的会员专区我也都有讲了 我们不太接受马后炮的 好不好老师绝对是尽心尽力的 那我也公开坦荡的可以去面对大家 但投资朋友网络世界就是这样 我在开播之前我有看到这个文章讲说 人家说他是 工读生 就我们一位会员他就是他真的是我的会员 他也不是工读生 那我也呼吁我的网友 我的忠实观众 你就 反正老师做就是这样子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网络上一些负面东西 看看就好了 也不要去因为那个去影响到你的心情 好不好 正面乐观才会在股市上面获利赚钱 所以老师就是把我节目做好 明白吗 所以都是没有我录节目 留言板我这个都讲很清楚的 因为这个行情 很多攻击的一定会有 这个我都 很明白 好不好观众朋友 那我也跟这个文章 这个会员讲一下 其实不用去管那个你也不用留言没有关系 就老师就认真做就好了就这样子 好吗 所以观众朋友 IC设计我有解读 9月14号 不符合系统的我有提醒你 来 这个力望 资源创意经验 对不对 这是符合的 然后我有给会员投资名单的 有做的我有拿抗讯创意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方式都是需要时间 股市就是这样 包括钢铁股也是5月底预告的 这个地方 准备投资名单5月底 还有区间 这个 叶辉 预告完之后20几块有做的 6月初 6月初的大神钢 大国钢 所以我们是低档有做 8月份行情开始不好 我跟大家讲我要做低进高出 所以我有做低进高出 8月18号大国钢36块多买的 叶辉29块1 然后8月30要跟你预告这个 我要高出 所以这里 这里高出 9月1号 叶辉 所以有些钢铁股我们高档是已经有获利走人了 有去做减码的动作 投资朋友那我昨天的直播也讲我钢铁股就那5档股票而已 待会时间可以我来帮大家解释 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基本面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这个 这8项 供给跟需求都有的我通常才会带会员做 航运为什么 货柜三雄我不会去建议大家买 因为他只有供给方面 因为疫情塞港这供给只是短期的 能够走比多久就是需求 你学经济学都知道就是供给跟需求 基础建设就是一个要长期的需求 四大经济体都要做 所以投资朋友你把这个东西看完 我讲的东西 外销订单从4月份讲到7月份 8月份都是 金属类都在前面的 数字你也看得到 然后最近我也告诉你先不要这么悲观 因为要加入这个CPTPP 对钢铁股是有利的 这后面是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地方 加入机会是超过5成以上 然后 内部人看钢铁的景气没有这么差 不管是新光钢还是中钢 然后你看一下昨天跟你补充的对岸的宝钢开平盘 那我是告诉大家 铁矿石这样跌 从1200跌到这里600多 我告诉大家 铁矿的一个原料跌力差扩大 我跟你讲的都是产业面的东西跟一个逻辑 所以观众朋友 这些东西我在跟你讲 我也是要跟观众朋友讲 我讲钢铁股 我讲也被骂 不讲也被骂 很奇怪 我不讲就被人家跟我说 你的钢铁股又不讲了 我讲了又有人说我在骇人 所以我在讲钢铁股看好 那你想想看分析是要怎么做 那我前天我已经讲了 老师节目会讲钢铁股是因为我知道看 看节目观众多多少少一定会有买钢铁股 那你你会看好钢铁股 无非就是你一定是认同我跟你讲的供给跟需求的概念 投资朋友你去想想看这个八项的供给跟需求的概念 有哪一项 到现在是有问题 有被打破的 没有只有股价跌而已 那观众朋友那你想想看我跟你讲的东西 是乱掰的吗 一定有逻辑吗 事实就是如此 股价不反应 那当然我们就要进到后面的处理 所以我9月25号是跟大家报告 当股价表现不如你预取的时候 我会有没有教导你 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分析师吧 不是跌了 整个消失掉这个不讲 没有我都出来跟大家面对啊 我是跟大家分享我的观点是什么 股市的方向景气这些逻辑在多方没错 产业趋势能不能继续成长重大改变 我告诉大家前面那八项都符合 有没有可能有改变的地方 唯一有可能就是我讲恒大地产的事情 在这个我们在观察 但是产业成长逻辑是不是可以持续性的 钢铁那个八项的逻辑 基础建设都还没开始 那是要政府支出要长达五年到八年的支出 那当然是持续性的 碳中和不是要到2030年要碳达峰吗 对岸 20 多少年之前要全面碳中和不是吗 碳中和就是要减产钢铁 所以为什么 宝钢要开平盘 钢铁价格就是下不来 原料都跌这么多 不是利差扩大 这是后面会看得到的数字 所以跌的时候 我给你强调 技术面我也告诉你 在这里真的很有机会就止跌了 但不是要你去买 为什么 我只告诉你 控管原则我有教你 你不要去下跌的时候不要去加码摊平我有讲 单一股票不要超过三成 你看老师节目你只要从7月到现在看我讲钢铁股的 老师都告诉你什么 我从来没有要大家重压钢铁股 分配 一两档资金做钢铁股就好 我也提醒会员 如果真要买钢铁股资金不要超过总资金的五成 其他我们有做一些电子股 妥善分配 所以投资朋友我其实都是 明白讲的跟观众朋友也是明白讲 手边有空闲的钱你可以先做当前有力的强势股 那我刚刚口讯也给大家看了我们其实就是这么做 所以我怎么讲我就怎么做 那你会希望一个分析师在这里跟你讲 出大量了 量都过高了有机会走主身段的时候告诉你主身段对吧 那你会希望一个老师跟你讲主身段只有在高档 倒货给观众 明明告诉你是主身段我也是告诉会员我是这么设定的 对吧 那有些 同业不是喊放空的主身段吗 那放空主身段现在就回补了 还做多了 那不是言行不一吗 所以观众朋友你自己去思考一下 老师所讲的东西 我怎么讲我就怎么做 就是这个样子 看法我也真的跟观众朋友讲 我们一开始就有控管 也有提醒观众朋友要控管 那不太对的时候我有跟你讲 我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我再次跟大家强调我认为钢铁股这里有机会持稳但不是要你去买 我也有讲很清楚 你要买就是少量布局 等到出量转强的像技嘉那个状况 待会儿来跟你补充 那你想要再去买你再去买 这是股票操作是有他的 节奏跟tempo 跟他的资金控管 你去想想看这中刚讲的 耶旦假期之后付出力量会更大 产业内的人士没有看这么坏 他们讲的都是供给跟需求都是有 其实产业的消息就是这样 那我也是告诉大家 我们看法也是这样 国外的钢铁跟对外的钢铁真的都涨很多 台湾真的落后比较多 而且报价还是有持续性上涨 费钢 日本的费钢涨 风鑫的费钢也是持续性的涨 那保钢为什么可以开平盘 如果真的 不好的话他可以 开 叠价为什么要开平盘 已经有一段时间开平盘了 那不是钢价维持在高档吗 老师也没有骗你啊 产业讯息出号也是这样啊 股市的景气利率 逻辑也是这样啊 都没有改变 所以老师尽量在节目上跟大家讲一个产业 8月19号讲的第三代半导体 有做我们拿讯息出来 不管是环球金还是全新 这里有涨停板 8月底告诉你我要高出 我们也有高出 全新环球金 所以看好的产业就是这些 能够做价差的老师也尽量做 节目持续性跟你追踪第三代半导体 9月初 9月25号 还有鸿海的这个 大侠解读 9月25号我讲的那些 包括这个 微软的这个新的作业系统 9月初先跟你预告 我觉得这个题材是可以的 所以先预告之后来陆续跟你追踪到10月份 这里 半数企业的一个电脑的硬体没办法升级到这个 微软的windows11 所以你看到隔天的华硕开始涨 技嘉拉涨停板 我也举例告诉投资朋友 这个股票 台股现在有很多这种 题材是不错的 是有机会走一段的成长的公司 但是本益比都已经跌到10倍以下 所以我节目上跟大家强调 不是每档股票都能看本益比 那你看面板现在本益比不是很低 航运的本益比不是很低 但是为什么我不会用本益比去讲这些股票 你要看本益比你要看一个是他未来是持续性成长的 就像我会告诉你大盘本益比偏低也是告诉你明年经济 的景气是继续成长的 如果是衰退的话你根本就不用看本益比了 能够看本益比就是在 他的数字跟他的产业前景是持续成长 所以即将你看到上半年已经赚9.51元 就股价八十几块钱 这里 所以我告诉大家我昨天就是举例跟大家讲这个 在量缩在跌的时候台股现在量缩在跌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就是根本就没有逻辑 那你就是要等到他像这种出量的时候 只要这种量缩的跌 这种量缩的很小其实他只要稍微补量他可以回到正常的价位 那台股现在其实就有点是像这种状况之下 就是有点像这样的这种这种状况 所以观众朋友你想清楚 你可以看得到 我没有推荐技嘉 但是量出有人要做的时候就上来了 那我昨天举例 我讲的那些钢铁股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这是 叶回这我们有做的 这个量不都这样子吗 正常的量缩下跌我昨天就讲了正常量缩下跌到这边都还算强势整理 这里是因为恒大的事情又跌这一段 那这种没有量其实投资朋友 你就先不要去 不要去动嘛 你如果一定有布局的成本 布局一定的比重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你就不要去摊平就等下就好了 数字面你都可以看 我们讲了这个叶辉 他是189亿大股本的公司 这个不是小股票 这整个获利数字你都可以去评估 上半年已经赚1.2 营收数字的年增你都可以去看 所以观众朋友 包括这个 龙头的 中钢我们是没有买中钢 要特别讲一下 中钢的获利数字跟配息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明年可能会配3块钱 现在股价已经剩32块钱 这个数字你都可以去估一下 所以 从刚刚跟你讲那些逻辑 我们有做的 我用筹码软体跟大家讲过一遍 我用筹码软体跟大家讲过一遍 好不好投资朋友你有的你就自己思考你要怎么做 那会员就看讯息 原则上 这里我真的是不建议去乱杀股票 但是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买钢铁股 所以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我跟同业的老师 同业有做钢铁股的 前阵子这里大涨的时候都告诉你跌下来他都一直有去加码股票的 只有我告诉你控管资金我都没有去加码 所以你去想想看 那包括又把钱拿去 追那些 航运类股的 那逻辑他又没办法跟你讲得很清楚 只有我告诉你 攻击需求逻辑为什么我觉得钢铁股可以留 那为什么航运我觉得不能留 航运看法为什么是这样 我其实都讲很清楚啊 你如果认真听节目的我相信你会懂老师在讲什么 那你看到大国钢这个YS已经买乱时间了 然后他已经去买他母公司的 大成钢的股票 那你可以再稍微看一下成交量 这里我们有高出 跌下来你看这里都量都缩掉了 你看这量都说要剩下2000多张而已 这股本这么大100多一只有2000多张 这个是大成钢 老师是不是说你可以可以特别注意这里 他在去年的这个地方也有做现真 然后公司派呢 就是用 券空单去做套利 然后补完空单之后才会涨 然后配合千张大户做增加 那现在千张大户开始增加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这里不用去杀了嘛 对不对因为你要换股票 现在台股有什么股票给你换的 对不对老师老师告诉你现在如果行情 接下来有机会再创新高的话那你认为会涨什么股票 产业前景你看好什么 供给跟需求有了来钢铁就是了嘛 那在这里你你何必要去 杀地要换什么你要换什么 半导体我们看好的半导体我们也有买了 第三代半导体也有买了 电动车我也有布局了那我还要换什么 看好了就这些 所以观众朋友 所以为什么这阵子我就跟大家讲就先不要动 对不对因为都是量说都在跌的吗 那这千张大户都做增加了这是大成钢 所以我看法上这公司是很 很会做这个 这种套利行为了 但是你看套完利之后 股价他还是拉抬吗 那后面的我讲的那些供给需求 你去思考看看 对不对 还有我们是另外一档最后一档是这个 剩余 这千张大户也回补一段时间了 这个量都跌成这样子都是一千多张而已 这是 杜兴 国内的第2大 第1大是叶辉第2大就是剩余 我们还有买什么 允强 投资朋友 我昨天讲允强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融资从1万多张已经减到剩下 真的是剩下很少 这个量也都是这样跌的 你去看一下这段时间的成交量 跟对比这边的成交量 这个成交量这个样子 他其实就是这样稍微补量 三四天 很有可能拉得很快 那你在这个地方要去砍要干嘛 允强的在不锈钢的产业地位里面 他是台湾几乎是 最大的 上中下游都是 需要允强的 你可以看一下 捏的报价 你也可以看一下不锈钢的表报价 所以我们做了钢铁股就这五次 我没有啊其他钢铁股 不要讲到我们头上了 再来 富财 富财老观众都知道那你看这个跌是量都说成这样子 财报都亏转赢了 看一下这个 财报都亏转赢了 净值在73块钱 然后新的产能明年要开出来 为什么要开新的产能 当然是明年看好啊 所以你看已经是赚钱的公司又低于净值 那投资朋友那我不知道你要你要你要卖的股票要干嘛 对不对 你再来讲一下我们我公开过的股票都是这些啊来 环球晶 矽晶圆的龙头 长约的订单不都拿到很多了吗 发展第三代半导体 那请问一下你要换股票你不是要换到有竞争力的公司吗 他就是有竞争力的公司的啊 那你要换到什么地方去 我都讲的都是逻辑来国具 老师节目上有讲过国具 我举个案例 那你看一下国具 他不是被动元件的龙头吗 他跟 鸿海合资开了一个半导体的公司 他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紧细循环的被动元件了 电动车也需要用到这个 大量的被动元件了那你可以看一下 他上半年已经赚了22.95 今年大概赚接近块50块 股价400块 那这个不是龙头股吗 那你认为这个股票一段时间之后有没有机会 回升甚至创新高 一定是这些有竞争力的公司有机会吗 那这种公司如果你是现股做的 你为什么要担心 所以你看我讲的 富财也是龙头股 我讲的国具也是龙头股 我讲的环球星也是龙头股 我讲的叶辉也是钢铁镀星的龙头股 大国钢大成钢这都是外销里面 比重比较高的钢铁股 所以观众朋友 那我就今天就是跟你讲 我们做的股票 就这些 那老师做多的分析师我也会套牢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我套牢的股票是套牢什么股票 对不对 你的老师如果是带你做那种很小型的股票 产业逻辑根本就是有问题的股票 那你换到那个东西 行情就算接下来只稳涨也不会涨那些股票 但是我刚刚跟你讲这些股票 第三代半导体 电动车 钢铁的这八项 钢铁的这八项 你自己评估一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光是碳中和就是一个全球都要做的事情 基础建设也是全球都要做的事情 又有真的有数字 这中间过程我都 没有去欺瞒大家 然后股票跌的时候我也跟你分享我的想法是什么 你要怎么去处理我都讲 我应该是非常有诚意的 那我也跟你举案例 股市的现实状况量价关系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要做的股票 中国限定的事情我也跟你讲了来 miniLD 19号的这个新的MacBook要 搭载miniLD的荧幕 所以你没有发现到吗 惠特也不太跌了 跟大盘走势完全不一样 过去都是惠特先涨 负财才涨 那这个产业就是对的 数字 你可以看他的获利数字 上半年最近赚5块钱 今年赚一个股本 赚一个股本股价100多块钱 也不贵呀 那这股票你为什么要去 追高杀低呢 所以观众朋友这段时间行情不好做 如果你的老师是带你一直往上追高 换强势股下来停损 往上追高然后再下来换强势股又停损 停损几次的 那老师虽然没什么动作但是我们这些好的股票 我们有信心将来 行情指纹这些股票 可以帮助我会人要少赔 至少他一定有很强的一个反反弹的幅度 因为这产业逻辑是对的而且又都是有数字的 所以老师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些了 那 那我也跟大家讲 刚刚包括像那个文章的那个 人家说他是公图生这个 网路上讲什么我都不会去看 投资朋友我就把我的节目做好我都讲很清楚 我就把我节目做好 我把我的会员带好 我买的股票我都问心无愧 都是这些基本的逻辑你也清楚 股价都是有价有量的 都是产业前 第1名跟第2名的公司 行情不好我们也不用去解释他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跌 这个跌这量说这个跌跌到这里 这个逻辑已经是 不太对了 我讲的逻辑不太对是 数字面都有 成长性也都有 就纯粹大家没信心而已 所以才会亮这样子那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 有一本书说什么来股股票都跌到这种很固执的人手里就反正他也不会卖了 你如果说 景气是衰退 然后要升息要什么的那你说这行情要崩盘我还相信 明明都QE都还没开始缩减都还是要走复苏而已 凌率还要一年多跌下来了 量都缩掉了 大家悲观的时候你要去 看坏要放空 连那个 看空的主跌断的 都已经翻多了 那前面跟你喊主跌断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观众朋友说一套做一套的 我是很不以为然 我是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啊我错了你要 你要来讲我我也都接受啊 对不对 年复合成长率10到15% 台积电是这个逻辑 那如果14号之后的台积电 那真的就是不确定解除上去了 那台股这里低点有守住了 选择权最大卫免商量16000在这里 守住上去了 这里守住上去了 那你上去才要乐观吗 才要 才要追股票 这边要把股票卖光光 所以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清楚 现在是有很多的重要的时间点在这里 台积电的法说 苹果要发表这个 鸿海的科技日在下礼拜一 然后会议计要在今天晚上 那同棚事情我也讲了 利率我也讲了 景气我也讲了 都是拿出数据跟你讲的 证交所的资料也告诉你抄跌了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跟大家讲 现在就是 就是等而已嘛 你报的股票 我们报的股票就是这些 都已经是很好的公司了 那我不知道要换到什么股票去 投资朋友你来教我好了 我要换到什么股票去 就都是很好的股票了啊 那你的好股票的定义是 股价要在月线上纪线上 产业的地位 数字都不用去看 那就不需要分析师了嘛 对吧 你要赚钱还是逻辑要清楚啦 认同理念都跟上操作好不好 老师都讲很清楚了 不管行情个股 我会员手边 留了股票 我也都跟你讲很清楚了 就是电动车 第三代半导体 mini LD 钢铁 钢铁是哪几支我也讲了 看法我也都跟你讲了 产业讯息我都追踪了 行情也分析了 好不好 短期就是这个样子 量的事情我没办法去改变它 但是我知道这逻辑是不对的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先忍耐 就是这样 控管好资金 不用再丢资金进去就看而已 等他量出来你要再加码再加码 对不对量缩代表 大户也没动作啊 那你干嘛自己在那边瞎猜呢 所以老师朋友你把我讲的东西想清楚 而且 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建议大家控管资金了 好吧 所以 认同理念跟上操作 影片下方可以点标题下面有申请表连结你可以透过填表的方式 来电询问也可以26538299或者是加赖询问都OK 好吗好不好 时间上的关系了我今天好像又超死了 我该讲都讲清楚了好不好 投资朋友 所以呢 加赖做询问 或是来电都可以 解决方案方向我都讲很清楚了 我认为这里就是超跌的 个股有差别 逻辑如果是我刚刚跟你讲如果只有供给的 短期缺货的他没办法有需求的 那种股票你要 找机会换股 供给需求都是OK的 公司产业地位也是OK的 股价超跌的我建议大家你要留 你想布局你有钱你要适当布局 我也不反对 限股操作不要做融资 好不好 就这个样子了 好啦时间上关系了那我们就在 明天晚上8点再见面了 那音乐结束之后再来跟线上的这个自家人打招呼了 OK因为时间上超过了 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尽快来 待会跟大家say hello 明天晚上见谢谢 拜拜